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墨兰 墨兰是一种关叶又可以关花的植物 因为它没有开花的时候 这个叶片比较宽大 绿油油的熏赏也富有着观赏价值 但是我们在养护不当的话 这个叶片是最容易出现发黄的 我们想要它长得快 发出的芽多 那么用什么办法来提高它的生长速度呢 其实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 只要在它盆土里面给它加一水 这样的话就能让它生长的速度非常快 那么是哪一水呢 其实就是这种制作的青菜水 为什么要给它浇灌青菜水呢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青菜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还有叶绿素 那么我们把青菜制作也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在平时的时候 摆上的青菜把它切碎 切得叶碎也好 之后呢就把它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蒸油水之后呢 再给它放在一个光照比较充足的环境 给它等待发酵 大概五天左右就可以使用了 因为我们制作这种肥水的话 是有一种郁味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去掉这个郁味 或者是能减少这个发酵时间呢 只要在制作的时候呢 给它添加两粒就能减少发酵时间 还有就是去掉一些郁味 那么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红糖 还有呢就是这个EM菌原路 这个原路呢 它里面所含的一些菌菌呢 是有效的能让这个青菜叶里面的一些微量元素 叶绿素啊或者是维生素可以快速的分解出来 就可以缩短发酵时间 平时发酵时间要五天的时间 那我们只要在里面加了这一粒呢 两天就可以使用了 而且它不会产生一种趣味 有一种清香的味道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